夹带大量泥沙的高瓶溪水 从山区冲下 水量变浊也变多 六月初的大雨 高瓶溪的上游有相当多的泥沙 被冲刷下来 来到高瓶溪蓝河宴外 预计了五万立方公尺 这么多的淤沙 淤沙堆积在蓝河宴取水口外 水资源局最近加派机具清淤 大量的淤沙目前已经清掉 两万立方公尺 高雄地区用水全赖这个蓝河宴 取水 但飙高的溪水着度 至今高涨不退 六月一号梅雨 它的着度一度飙高到五万多 那目前为止整个着度 还有到七八千 都还是超过净水厂的处理能力 六千MTU 也因此从六月初起 高瓶溪取水量只剩三成 由南化水库的联通管线 跟逐疗浮流水支应 降低水源着度 但高瓶溪蓝河宴的沙还没清完 水资源局要提出呼吁 如果民众可以出水 必要的话我想对供水更有保障 民众得有储水的心理准备 以减低封面带来的冲击 大爱新闻 陈一珍 郑热平高雄报导